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吃到五粒排卵丸都没办法成人 部分女性想生孩子才发现患有多狼卵巢综合症 但原来这个不止苦科问题这么简单 大概我们估计有10%生育期的妇女 是有这个问题的 一般他们诊断糖尿的年龄 比无卵巢多狼症的可能平均大约早十年 暗瘡震荡, 越经敏乱 都可能是患病征兆 今集我们一起来看看 可以如何应对多狼卵巢综合症 黄女士每天都会为女儿做外心饭盒 和不少妈妈一样 她眼中最重要的就是女儿 女儿最近实行生肚饮食 吃高脂肪和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而黄女士准备食材 都被之前格外留神 我要秤100克牛肉给我的女儿 因为她现在每一餐 只能吃100克的肉类 我就很认真地秤了给她 黄女士和丈夫都很疼女儿 女儿说要生肚饮食 两个人就陪她一起吃 整家人的菜单 都是为女儿量身订做 家里所有的家务 还有煮食、卖食 我多数都会… 我女儿喜欢吃什么 我就买什么 譬如我跟你说 我女儿生肚饮食 她喜欢吃金菇 我多数都会买金菇 买肥牛、买护司 有时会买她喜欢吃脆肉瓜 这样给她吃 她又喜欢吃椰菜花、西蘭花 我也会煮那些给她 黄女士说自己和女儿的关系很密切 不时都会默默针 聊聊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本身是会计师的黄女士 整担心都放在女儿身上 事事都以女儿为先 凡是暑假 我们就会带她去周围玩 她最喜欢玩水上乐园 她爸爸就会特意请假 请几天陪她去水上乐园玩 幼稚园比一班开始 让她在外面学画画 做手工 然后有跆拳道 有学游泳 有打鼓 有跳芭蕾舞 还有学蓝球 通常她想学的东西 我就让她学 她不想学 我就让她停下 现在和丈夫这么疼女儿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怀孕过程 得离不宜 黄女士说自己30岁的时候 想生小朋友才结婚 是个高龄产妇 从我结婚30岁到我生孩子 经历了100年 我记得我33、34年 就开始去政府医院看 不育科 我吃到五粒排卵丸 都没办法成人 到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原来自己患有 多郎卵巢综合症 以至到甘难怀孕 那些眼眉毛下面的位置 不停飙出来 接着嘴下面又有毛 经常要剃住 接着脚又有毛 都维持了很多年 我就觉得我毛髮那么旺盛 完全没有想到这里 完全没有觉得是个病 一直不知道是卵巢多郎症 一直觉得我是个旌旗不准 又要继续时间 各位女性家庭观众 我们不妨一起来做个检查 过了青春期都生青春痘 而且越生越多 体毛变多 特别是臉都生体毛 体重增加 但是减少也减不了肥 头发变薄, 稀疏易断 月经周期不规则 甚至没有月经 如果有这些症状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会不会有多郎卵巢综合症 通常都是那些叫四季经 可能几个月才来一次经 第二个常见的症状 是一些红激素过高 如果在例如暗瘡高 或者女性的体毛很多 甚至就是抽血的时候 发觉红激素过高 第三个症状就是在超声波 或者如果我们切开卵巢去看 它是有一些挺特别的 很多泡泡在卵巢那里 最少包含两个症状 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卵巢多浪症 虽然不是经常听到这个病 但原来本港高达一成生育期 婦女有这个问题 不少人都去到月经失调 甚至是不育才发现 现时要治疗这个病 主要是针对症状去吃药、打针 或者以手术增加怀孕肌率 但医生说更加重要的是减肥 我们也发觉即使减了10%的体重 很多时候有时的症状都会自然症化 我们见过一些病人 初初可能是四季经 但他们很积极地去做减肥 健康的生活 之后其实甚至不需要调经药 他各经期都正常 亦查到有排轮 所以在生活习惯和体重方面的改善 其实是有机会帮到的症状 黄女士现时每天都会做运动 一个星期会游两次水 走四到五次山 每次运动过几钟 其实真的因为有病 才开始行山 以前不会每天都走 以前通常两三个星期才走一次 或者星期日 因为很多其他活动 不一定会行山 我用了几年时间减10公斤 之前最重最重是83公斤 现在接近70公斤 除了体重减轻 黄女士说自己运动之后 身体都强壮了 人都自然开心了 冬天上床 不会说手动脚动 要用暖水袋 每次做完运动之后 我都很开心 另外就是病情 我以前还没做运动之前 我最高的糖尿计是13.3公斤 现在的胸幅是4.4至5.7公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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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现时医学界 对多狼卵潮症的成因 都未完全理解 但这个病除了会影响生育 更加会有新陈代痣的问题 所以会以苦科和内分泌科 联合会症的形式去跟进病人情况 他们最主要是可以导致 脑下垂体内分泌的问题 和影响到腎上腺 和卵潮内分泌的问题 导致红激素过高 同时卵潮多黄症的女士 亦会有胰岛素抗躁的问题 这两方面加上 可以导致一些新陈代謝的变化 包括可能比较容易中央肥本 2020年中大的研究就发现 患有多狼卵潮症的人士 有三高问题都很普遍 幻想二型糖尿病的机率 更加是一般香港妇女的2.5倍 相比一些无卵潮多狼症的女士 她们平均被诊断有糖尿的年龄 平均是轻十岁的 即是十年前早了会被发现糖尿 糖尿的风险平均高大约六倍 另外就是她本身除了血糖 胆固醇、血脂之外 她们也有其他的问题 包括脂肪肝、睡眠窒息的风险 都会增加 减肥和饮食都息息相关 营养师就建议多狼卵潮综合症患者 可以由低脂均衡的饮食方法着手 控制体重和血糖 不知道她们想吃甜品 或者喝冻东西的时候 可以如何选择呢 今天做这个叫桃胶渣渣涼粉 材料都用了不同的杂豆 杂豆是碳水化合物中 比较低升糖的食品 还有这个杂豆 都已经用了一个代糖去煮 令到它的甜味可以提升 另外桃胶和凉粉 还有这个是奇亚子 其实都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水溶性纤维 其实都可以帮助隔着糖分的吸收 而且都可以令到整个小食更加饱肚 而奇亚子都有含有丰富的奥米加三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都可以帮助控制血管的健康 这个甜品就做好了 有些的水果 譬如是西瓜、蝦蜜瓜和荔枝等等 就比较高升糖 吃完有机会令到血糖上涉得比较快 和高的可能尽量减少 苹果、橙、梅、火龙果、菠萝等 相对它的升糖值就会比较低 其实水果都有很多抗氧化的元素 多狼卵巢综合症的患者 其实它们都比较容易 有很多不同的炎症出现 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 吃多些高抗氧化的食物 都可以帮助舒活这个症状 如果食物比较酸性 又或者相对温度比较冷 其实也可以帮助減慢血糖的上升 以一个的梳打水 也会加一点柠檬 那就完成了 谢谢 下一节回来,会有中医教你 如何预防多狼卵巢综合症 还会有健康打工仔的环节 看看如何在工作中 避免幻想接触性皮肤炎 我们这群打工仔 做到脊脊的样子 勞损病痛很糟糕 这个月不用愁 跟你说一下如何做个健康打工仔 打工仔手停口停 尤其是有些人更加要靠手搵食 无法可修飾的一对手 如何带出他们背后的手艺 我们一起去探探他们 做法型师有12年的Roy 对手除了经常碰到水 还有洗头水、染发剂、电发剂 各种都是化学物质 真是别说不伤 我想大概10至15个左右 每天都会洗头水 我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也有机会碰到水 因为接触到洗头水 就会有化学成分 所以会有少许沙 最初如果做约翰 这部分要洗头是很难避免的 这个尽量要自己 最重要是懂得护理 除了尽量戴上手套 他还不时会塗护手伤 为的就是要保护这对搵食工具 最初会很痕 然后就慢慢会… 如果你不理他 痕不理他 他就会慢慢脱皮 或者有点烂的情况出现 每洗完头都要塗东西 当你没有接触水的时候 然后塗护保护手的护肤份 手伤之类的东西 最主要不要令皮肤那么光 或者敏感 接触性皮肤炎最主要是 外在刺激物碰到皮肤之后 各质层受到破坏 滋敏源进入皮肤的真皮层 刺激皮肤细胞 导致发炎红肿 有医生指出 有些打工仔 特别容易有这个问题 建议做好三件事 譬如做饮食业 家庭主妇 发炎屋 或者建造业的朋友 可能一做完事 要立即洗干手 就塗润肤膏 保护手 除了保护皮肤之外 还有如果你有发炎 要立即求医 要控制发炎情况 最后当然 如果你找到本身的致敏源 就要减少致敏源 调节皮肤的过敏情况 他提醒患者要尽早看医生 否则就容易手尾长 如果有接触性皮肤 我们的临床形态 就是一个我们叫濕疹的形态 现在有些研究发觉 就是发炎细胞 就好像有记忆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 濕疹的病人 会常常反反复复复复 好像医疑不好 其实就是因为 他的身体开始 面移系统有发炎记忆 所以就算他好像 表面上高好了 很多时候一停药 很快就复发了 容易难手的 不止是发型师 还有建造业工人 我们再一起去直击 建造业训练场 看看做了泥水师傅 超过40年的文生 平时做什么 因为它的婴泥是比较烈的 如果又濕一下又干一下 手就很容易烈穿 如果你长期 一早到晚都不戴手套 有机会烈穿手 建造材料有这么多化学物质 文生就说手套很重要 有些师傅甚至皮肤敏感 手直接起了一点点 拗得全损了 要看医生 有些做一段时间 他要休息一下 因为手已经很敏感 人人都说要戴手套 难道人人都懂得选手套吗 勞工署就说 选手套有很多东西要留意 需要考虑手套物料 对化学品的耐抗性 而使用者也要懂得保养 例如现在发型师 去染发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用聚越烯手套 就像我面前这一款 俗称BPQ手套 但聚越烯手套比较容易破损 不太适合 发型师可以考虑 用一些薄身的丁青手套 去代替聚越烯手套 即是这一款 而这些丁青手套 不容易被破损之余 保护力亦是最好的 水泥含有刺激性 和致敏性的化学物质 而且接触水后 就会呈现简性 例如它可以配戴厚身的丁青手套 就像这一款 可以避免接触水泥 林家和就指出 其实最重要 就是要避免直接接触 刺激性或者致敏性的化学品 手套等等的个人防护装备 应该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真的无法避免 应该跟产品说明书的建议 或者按照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去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而这些防护装备 实际上也要经常清理 定期检查有否损坏 以及在工作的地点 也应该提供一些洗涤的设备 让员工可以清洗雙手和皮肤 让皮肤经常保持清潔和干爽 中医的角度认为 苦女病的病机主要围绕虚 痰、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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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多狼卵巢综合症 可能先天属于神器窺虚 由青春期初潮开始 即使过了头两年不稳定期 月经仍然不正常 可以引起闭经、崩漏、不人症等等 隔很久才会来一次月经 来了经期之后 或者可以正常的 或者有些人就会崩漏、流、交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一来就不来 一来就来得很多 我们叫血奔 或者来得很少 但是十多二十天都不干净 这个叫流 到时生活繁忙 亦有部分患者出来工作之后 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 饮食和作息转变等等的 后天因素影响 以至出现虚的情况 中医就认为要养好身体 首先是要调整作息时间 其实指示的休息 就是马克思一点休息 是养肝、养血气的时候 这个早睡是比我们要吃补饭的 其实是 一旦我们早睡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 可能一大部分解决了虚的问题 对于那个层面的改善 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我们不在于睡多长时间 有很多人会说 我其实一天睡10个小时 或者至少我都有7个小时的睡眠 那7个小时的睡眠 其实你已经11点睡到6点 好过你1点睡到8点 不少女士都喜欢喝凉茶、喝汤 觉得对身体好 大部分偏凉的饮食 好像是菊花茶、雪梨水、鸡骨草 青红萝卜汤、紫菜汤等等 可能会损害脾胃 影响子宫气血循环 容易引发经痛或者月经失调等等 不适合长期饮用 那吃什么才好呢? 原来要保护好脾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吃一口饭 从这个角度来说 米不是单纯一个碳水化合物的标签 这么简单 它真是我们造血的物质基础 它是我们血气的来源 而且白米其实是水道 它仲在水里面 其实它有很好的排湿排水的能力 所以老人家常说 我们一定要有米气就是这样的道理 在节目完结之前 为大家推荐一款桂花陈皮当归茶 有补血补虚、化痰化瘀 行气活血的作用 中意试也提醒 如果觉得燥热的话 可以加些毛花果、缓和粗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与点点栏目